沒有, 什麼都找不到 牛肉也有, 麵粉也照樣 怎麼樣… 你找到多點牛肉和菜頭菜味 我就找到半隻雞和麵粉 牛肉和菜頭菜味拿來煮湯 然後我們拿走煮雞 然後雞汁拿來放棉 老闆都傻了, 他等死去拿菜頭送美給侍姐吃 這次皇上不殺他們頭也打過你一百幾十萬 是呀… 皇上, 我們是不是有什麼得罪貴角 或者有什麼無法 你要用老虎的寶貝來羞辱我們 天朝招待來使, 逼盡地主之意 令客人奔志如歸 剛才的菜式只是口味上有所誤會 三位來使, 別多心 我已經命人安排一些… 會不會, … 不一定的, 不一定 不要吧, 不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 沒問題… 我們在家中常常常都會 明年, 有暗後… 我沒有說禮物 我沒有… 有什麼佔是… 財店… 在家中… 這心弱子… 我沒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公, 從此我的俄羅斯國 將會有一個世界蠻名的羅宋湯 多謝皇帝恩賜 好消息, 大人 怎麼樣?皇上是不是殺了高天堡? 不是, 皇上龍顏大羽 那些事者把所有的食物都吃光 高天堡煮的和大人煮的 簡直就是兩回事 高天堡廚藝料得, 為國得國 真的嗎? 不可以的 大人… 做什麼?大人 你這麼開心幹什麼? 高天堡了, 我們死定了 那怎麼辦? 他不是說要做雞湯麵嗎? 是呀 行不行? 行了…來了… 你幹什麼打破我煮湯? 我沒有心, 我不是故意的 你還說你沒有心? 你專門搞破壞, 你好卑鄙 當然是你, 別跟他吵了 快點想就有什麼方法了 麵拉長也不能等了 這樣, 先煮一煮… 用水煮沒味道 還有什麼材料? 沒什麼, 剩下油鹽醬和臭豆腐 你還記得嗎? 你還記得小時候 我們試過拿炒豆腐拌飯嗎? 我記得 你不是想嗎? 是呀, 快拿油和豆腐 拌麵, 幫你不要湯麵 記住, 不要加糖, 不要加醋 快點… 你放了什麼在麵上? 乾燥燥, 沒湯 除了一條味料之外, 沒魚沒肉 只有麵條和一條青豆 真是危高人膽大, 一條豆 好 幾位使者, 不是麵有什麼問題嗎? 皇上, 我們可不可以開除一個要求? 當然可以 我們可不可以暫時用仇禮式的麵條? 幾位使者不是跟朕開玩笑嗎? 不是開玩笑的, 這些麵實在太好吃 但是吃得太快了 所以想請皇上答應我們的要求 但大殿之上用手取食 似乎有失莊嚴 稟皇上, 奴才有個方法 可以用三支筷子插著麵條 捲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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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捲 豈不是可以整次吃了? 這個方法好, 快給他們多一支筷子 來吧 放心吧, 大人 這道酒煮雞, 我已經放了很多辣椒 和黃薑粉下去了 一定可以辣死那些外國使者 不翻臉才出奇 這麼潛責的事都這麼獨得了 賺錢而已 真的很辣嗎? 很辣的 誰來的? 沒人了 怎麼樣? 三位使者, 滿意嗎? 非常滿意 這些麵條鬆厚, 優柔彈性 加上不同的醬汁有一個特別的味道 究竟是什麼材料? 這些醬料是特別為幾位大使而做的 是用豆腐配製而成的 豆腐 豬絲先生 這道豆腐和家鄉的芝士 味道, 癡同、匪同 究竟的分別在哪裡? 豬絲? 我們大清的豬絲是用黃酒磨成汁 然後精製成形, 然後再切成細細快 再在月光下曬製 好時半年才能夠完成 你是不是在說婦孺? 這麼新奇 豬絲先生, 這些芝士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點? 我要介紹我的朋友 他們一定會很喜歡的 當然沒問題了 高砲長, 準備下一道菜式 沒問題 這裡是清酒煮雞 味道非常清香 方法是用一斤重的肥雞 首先用清酒掠煮 然後蓋上蓋子, 焗一下 焗到剛熟 剛熟的時候馬上上碟 你們就可以吃到那股 嫩滑的鮮味和震震的酒香 就行了 你說清酒? 好嗎? 各位使者, 是否這道菜不合口味 皇上, 這道菜實在太… 天竺國使者, 你… 吃了一口雞, 很辣 辣得我居然聽見佛祖和我說話 在複雜的辣味之中 還仍然有雞的鮮味 好吃, 真的好吃 我要感謝大清皇帝 美味有新辣的濃汁使得我心靈 廚師先生, 究竟這隻雞叫什麼名字 都是為幾位使者特別配製 還沒有名字 這道菜由你所創 朕就交給你替他改名字 奴才知名 既然是來自天竺的使者這麼喜歡吃 你叫做咖喱巴星 不如叫天竺咖喱雞 天竺咖喱雞, 好名… 好名, 謝謝皇上 你多多有好人 翻山…走魚刀去翻山… 吵完了沒有? 吵著上司大人休息 聖子到 奉天成運, 皇帝照約 今次使者覺宴, 袍掌高天堡 米小儀皆表現出色, 應依家掌 宴責升高天堡為上司庫 米小儀為御前袍掌 高天堡家掌管西陸宮膳食 因此… 謝住龍仁 恭喜你, 天堡少爺 高爬掌你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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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兩個爬掌厲害之真 不是我們厲害 是人家殺爹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鐘仔 訂閱吧 快點按下這個鐘仔 已經超多了 dk